那就是因為這個高昂安 這個團隊太緊張 太緊張 所以當然就有 8名這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八交九 就是他們看不慣這個提款機 就一直給他餵 好 問題來了 他圍著那個提款機的時候 沒有錯 他們都很有講話 他們也沒有去碰那個提款機 也沒有搞破壞 但是就是抽菸 拿著一個史上最大的吐杯 吐檳榔汁 一般吃檳榔的吐檳是誰 他用那個麥當勞最大拐的 那一直吐檳 那是吃檳榔 咖哥吃的 國菜機那咖咖咖咖咖 咖咖咖咖做的 歪去到吐滿你知道嗎 安教演員 他們兩個穿這樣就對了 情侶裝 在新竹的街頭 兩個人這樣走 旁邊圍著八個他不認識的男生 然後一直圍著他們 就這樣走走走 高昂安你要不要處理 如果你不處理 那我現在提醒 新竹市的國中 高中女生 高中女生 国小女生的家长 你们家的小朋友是老人家 如果三四的年轻人 国中生 高中生 男的 还是八交球 把你们做孩子喂的 没有跟你有言语冲突 也没有碰你 就跟着你走 你会不会报警 然后你去报警的时候 市长说没关系 他又没有弄到他 他又没有跟他讲话 他又没有碰到他 不要紧 在我们新竹市没事 高中你身为市长 你定下这个规范 警察都会听你的 我们市长说没关系 各位新竹市的家长 你们可以接受市长的 这一种说法吗 有一个部分是跟新竹有关 来我先请教这个宜川哥 因为新竹的这个 我们在讲那个万圣节的活动 有一些状况 那有就是一开始是这样 发生了就是说 当下有八个联谱人 然后在那边挡东挡西的时候 但是在PTT的这个八卦版上面 就有一个爆卦文 就讲说绿营抹黑高红安 栽赃又来了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政治提款 基本就是有政治目的 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要引起其他人的有一些反应等等 然后最后才说高红安 什么高潭市黑帮志士 他说这个其实是绿营的一个 自导自演的手法 他想要就是把这个风向带到那边去 不过接壁集团的小螺螺李正浩 他又有新作品 李正浩就讲 那好 如果说高红安认为这个是没关系的事情的话 那是不是要去比照办理 有一个状况 可是我有点 我觉得他这个寓意有点深 可能必须要有你这种大智慧的 能够解读 李正浩写了一篇 他说直到昨天高红安还在为新竹警察做辩护 然后他说这个其实 市民被包围也没怎么样 他也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动作 所以警察没作为是很正常的 也没有任何的状况 所以他的照片上面 他PO有三张照片 举例 如果是高有有 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高红安还能够漠视吗 高红安会不管吗 来进一步 这台提款机 因为他怕去用废弃物清理法清掉 所以里面是有人的 所以他会刷 環保局是会走的 那就是有更多的乐趣 今天我如果是冲一層 刚才人头节目政府门口冲 大家说笑的 那不是什么人在避免 问题是说 他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有趣的 是有趣 所以万圣姐他不知道会跑去 跑去 我跟你说他跑去 他说他要打队 其实也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 小朋友就去 议一下 糖果 三合一咖啡包跳传 有三合一咖啡包 是为了配合高红安的事迹 要把国会的咖啡包拿走 糖果是可乐糖 对也是配合高红安拉风调 小朋友跳汤出来就是和尚 小朋友也不知道自己在议什么 对 家长就跟小朋友拿糖果 我就会走了嘛 那就是因为高红安团队太均勁了 太均勁了 所以当然就有八名 这个叫做什么八加九 他说他们看不惯这个提款机 就一直把他喂好 问题来了 他围着那个提款机的时候 没有错 他们都会有讲话 他们也没有去碰他来提款机 也没有搞破坏 但是就是抽烟 拿着一个史上最大的吐杯吐檳榔汁 一般吃檳榔的吐杯是谁 他用麥當勞最大拐的 那一直吐到吐杯 那个是咖 吃冰仑咖歌 disposit 小菜就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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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取 歪去 又吐完你知道吗 好 然后他就一直弄弄弄弄弄 的时候 你旁边有警察 警察站到旁边看 他也没有言语啊 他也没有去中央機器啊 那警察也一直阻 然后 然後接著高皇安昨天就想說 哎呀 你們都太政治化 他們就只是也喜歡那一台 關心那一台 就跟著那一台走 也沒有怎樣 為什麼要特別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這個李政浩這個小樓樓 冰箱時就這樣亂大胸皮 他還有意見 這李政浩他說這樣 高皇安叫這個統統 不然我現在改名他叫做演員 他叫陳童演 因為我最近都叫他統統 他叫做演員 安安叫演員 他們兩個穿這樣就對了 情侶裝 在新竹的街頭 兩個人這樣走 旁邊圍著八個他不認識的男生 然後一直圍著他們 就這樣走走走 高皇安你要不要處理 如果你不處理 那我現在提醒新竹市的國中女生 高中女生 國小女生的家長 你們家的小朋友一家人走 老三四的年輕人 國中生 高中生 男的 或是八交球 把你們做小孩餵的 沒有跟你有言語衝突 也沒有碰你 就跟著你走 你又不會報警 然後你去報警的時候 市長說沒關係 他又沒有弄到他 他又沒有跟他講話 他又沒有碰到他 沒關係 在我們新竹市沒事 你正好會說這件事 尤其是女性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這台車 這台車是這個演員 人家在什麼疫警大隊大隊長 都要擺拍 進口車 他說騎那時候 如果被年輕人 把這個大隊長 尤其是疫警大隊大隊長 把他尤其也沒摸到 就這樣把靠近都沒摸到 高昂安說沒關係 他也沒有碰到你 也沒跟你講話 不要緊張 你正好要說這件事 這個很嚴重 高昂安你身為市長 你訂下了這個規範 警察都會聽你的 我們市長說沒關係 他只要女孩子走在路上 然後有八個男生 圍著那個女生 跟那個女生一直走 沒有跟他講到話 沒有碰他 沒有侮辱他 警察不用執法 不用執法 高昂安就講不用執法 所以他才講那個八個話 臉孔的那八個人 都沒事 這個對新竹市接下來 有那種住在這個城市 那個安心 我說的是家長 國中高中國小女學生 放學一年要走回 那個過程當中 回到這種時候 媽媽報警 我們的市長說 這個沒關係 因為他沒有碰到你 各位新竹市的家長 你們可以接受市長的 這一種說法嗎 來人都來補充 對啦 其實網路上 就有很精準的詮釋 說是民眾堂的車手在領錢 就因為這是個提款機 這幾個人就車手 準備要領錢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柯文哲跟高昂安 完全展現出 說他們完全不懂言論自由 現場也有人去戴 林志堅的面具 也有人去嘲諷林志堅 或者是很多遊行的這個場合 就算是很歡樂 也有人去反對這個蔡英文 也有很多人去標競選這個服飾 然後在萬聖節那邊遊行 其實你不管是罵藍罵綠 辣白都可以 可是你用八個撞翰 然後在那邊吐煙圈 把人家團團的包圍圍住 很多的小孩很想要這個可樂糖 他今天不用這個被檢察官起訴 就可以拿到這個可樂糖跟服飾咖啡包 是多麼幸運的一個事情 家長還可以順便跟他教育說 以後你也去選立委 不要A助理的東西 萬聖節拿一拿糖果就好 多麼開心 幸福的事情 卻被這個團團包圍 柯文哲說什麼 有時候就是你一開始有什麼 攻擊性的行為 都是你先罵 政治嘲諷跟這種限制延伸 就是完全兩回事 你可以去嘲諷蔡英文 可以去裁諷林志堅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嘲諷高雄 那你不要派一堆人去那邊圍 然後說警察已經盡力了